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好玩的 这个店里面有上新的 这个叫黄金春雨 好多的话我说 老阿姨 春雨不应该是绿的吗 为什么它这么黄 哎呀 你这话是 谁 它呢 随着长的时间比较长 你如果说很缺光的话 它会慢慢的激发自己 变得很绿 你要光照给它好一点 像这种一般长不了 特别老的时候 它都会保持这种状态 有的花儿呢 喜欢绿 有的花儿喜欢金 这个完全是自己的一个爱好了 就跟有的花儿 一个取向不同 然后呢 对于它的一个养护 很多的花儿 你喜欢吗 喜欢我再跟你讲 你不喜欢 我怎么让你养 好吧 咱们说 像那种的一个官叶植物 是非常好玩的 很多花儿在养的时候 多半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叫叶斑 就是叶子呢 叶子一块一块的 开始就像烂开一样 发黑褐色的那种 就那种黑斑命的 特斑命的那种感觉 这种呢 就是水大 敲光 通风差 有的话 老阿姨这种官叶类植物 不是不张晒太阳 我跟大家说 你像桂贝竹也好 春雨也好 绿螺也好 你稍微给一些光照 它会长得更好的 但是呢 要避开强光的猛晒 就是大夏天的 热辣辣的大太阳 你就别给它爆晒了 这个呢 是可以见一些光照 浇水这一块呢 大家维持着 微潮就行了 你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一定要维持自己的盆土 有一定的透气功能 因为老一辈说话 要接地气就完了 然后呢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 像下面这些个小叶子 就是下面这些个小的 这种小叶子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留着它了 因为它会浪费营养 你可以给它 揪了它 小叶子 你留着它干嘛 把它揪掉 这样子的话 它营养会更加 集中精力的去供上面 而且这个东西生命力很强大的 你可以看到 它会从它的这个 镜上面 这个树干上面 会走一些个气根出来 随着自己长长长高呢 会有更多的气根出来 不光是能达到一种 关业的效果 你也可以去看它的树干 还有它那种根系 像蛟龙蛇伏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哇塞 这个东西呢 就是怕冷 你要是五度以下 我跟你说 它就驾喝兴趣 老快了 给你塞沟的白子 来不及招呼就走了 所以说呢 尽量地在室内 你可以在自己办公室里面养一颗 它对光照的要求并不强 你只要很明亮地闪射光 如果说大家在室内养 就是光照不足的时候呢 您就控制浇水 略干一点再浇 不干不久就行了 如果说光照好一点呢 你可以保持微潮 好吧 但避免强光的一个暴晒 用土呢 大家就尽量地选择松软透气的 一定要选择松软透气的 因为它那种根系呢 还是那种毛茸茸的 有点肉兜兜的那种 草本的那种肉质根 好吧 所以说呢 还是害怕积水烂根的 尽量地不要用那种 不透水的 浇了水就焖根在里边的 那个不可取 肥料在一块呢 大家选择通用型的就行了 如果说你碰巧和我一样比较懒 我就个人就感觉呢 就是花了多优质 颗粒控制为就完事了 你可以多傻一点 这玩意 它不穿花 放到表面也行 你要是觉得不好看 你也可以买起来 一百天一回就完全够了 总体来说 养护倍简单 喜欢的话臭宝 有了 已经店铺里面已经有上心 一篇关于黄金春雨的一个分享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啊 想干什么 可以视频下留言 我老花一 养花最大一 爱你摸的 白了